立法會前主席曾玉成認為 中央就港區維護國家安全法立法 並非針對9月立法會選舉 而針對外國干預下引發的港版顏色革命 而行會成員湯家驊就相信中央會再推懷有政策 人大常委會將就港區維護國家安全法立法 社會擔心立法之後 有更多人會在9月的立法會選舉被取消資格 立法會前主席曾玉成出席 亞太法律協會的研討會時後說 這只是傳測 因為法例的目的是針對外國干預下的港版顏色革命 如果你真的犯到那四個罪行 你拘捕了 還DQ嗎 不是每一個扔汽油彈的人 他都在做一件危害國家安全的事 有一位前任的美國總領事自己跟我說 他不會否認 他非常自豪 他說哪個國家的顏色革命 就是我們政府支持的 結果推翻了獨裁政府 建立了民主政權 我們認為這是中美博弈之中的一個 中央覺得不做不行的事 香港對於外國勢力的活動 簡直是沒有染雞籠了 本身是資深大律師的行為成員湯家驊相信 立法之後難以改變香港的整體政治形勢 《國安法》正如很多其他刑法都一樣 是一條藤條 但歷史告訴我們 只是藤條是教不出好的小朋友 始終也有一些波板糖 我的理解就是 出了藤條之後 可能有一些波板糖出來 我希望看到一些柔和的政策 循循善有的政策 令到香港人真是以次回歸 湯家驊又說 國家安全屬於專門知識 他傾向有專門法庭處理 但需要跟從香港法制 無線電視機仔 曾善良報導